全台闹口罩慌 中央一再强调只要身体健康 不用戴口罩 连带引爆了县市首长 需不需要戴口罩的两派论战 自称是疫情指标的台北市长 柯文哲出席活动戴口罩 被民进党立委点名要他脱下口罩 柯文哲则反击 他是医师不要质疑他的专业 而高校市长韩国瑜先前也因为 跑户外形成全程戴口罩 IP时机不当 错误示范 韩国瑜则以自己是指挥官 应该以身作则为由来反击 直接跟中央创反调 更建议高雄市民要戴口罩 一比一百的比例下去做一个调配的 捧起消毒水 闻得仔细 韩国瑜上课域视察防疫 小心翼翼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升温之后 韩国瑜公开场合 口罩几乎不离声 这跟中央宣传口罩 不必随身戴背道而驰 现在都还没有到对那个热点 所以等于全国民众 我们是建议 尤其是高雄市 大家还是要多戴口罩 假设我不戴口罩的话 外面人可能会说 那你这个一级防护的指挥官 自己口罩都不戴怎么办 呼吁市民戴口罩 韩国瑜运营市跟中央不同调 成为绿营炮红焦点 其实不止韩国瑜 台北市长柯文哲 新北市长侯友宜 公开场合 也被拍到口罩不离声 都成为民进党立委点名 口罩拿下来的对象 我自己就是医生 你为什么要跟我打这个题目 我们身经病 戴的时候刚好被你看到 所以一个口罩用 用两三天没问题 我们共同敌人还是武汉 武汉肺炎 所以不想在这里跟这些 跟这些1450在那里残斗 刚时候所提到的密闭空间 以及人潮涌起的地方 我们就照公央的规定来办 中央 从第一个时间怎么规定 到现在怎么规定 我们就照规定来做吧 真的很无奈 因为一切都是按照中央规定 先前在密闭场合都会戴上口罩的侯友仪 现在跑行程也没戴了 因为 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呢 答案是不需要的 因为台湾目前没有社区感染的情形 微服部疾管署最新影片 呼吁搭大众交通工具的通勤族们 不必戴口罩 除非有生病 口罩政治学 地方首长们还在学 记者众老报道